就算是这样,可他的品位还是有待提高。 唉,别这么说慢一点。 那时候,虽然凯文已经开始慢慢向冰块变化了,但他还是有在努力担负起领袖的责任呢。 没记错的话,我不在的那几次,团建都是他组织的吧? 哈哈哈,想想就很温馨。 艾莉,凯文组织的那些活动,你应该并不清楚详情吧? 嗯,是啊,怎么了? 嗯,怎么说呢? 那时候我资历尚浅,以为这也是烛火之鹅的传统之一,所以他的每一次邀请,我都没有拒绝。 哦,看来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才对的。然后呢?后面发生了些什么? 十几名战士一起坐在会议室里吃面的情景,我至少见过了十次。 会议室...吃面...哈哈哈... 还看来吃面的很好吃吗? 嗯,是不是。 再行,但是我也看来吃面的治疗。